我就問一下陳時中 你要給誰打 你一個人一個月要打一百萬劑嗎 要不然你一個月一百萬劑 你要給誰打啦 還是你一百萬劑你要賣到國際去 這個是我完全無法理解跟 的事情啊 一定是送啦 你拿我們的錢去買來的疫苗 做來的東西拿去送別人喔 日本送AZ不是一樣 他自己不用啊 那你送給人家以後他敢打啊 不是嘛 海地人口一千一百萬 海地沒有其他疫苗可以選嗎 他太窮了 哎呦這個沒膽不是這樣 這個我跟你講 來來來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講 亮哥我跟你說過嘛就是說 我們現在疫苗會進來了 那高端一定會沒有人打 但是一定會透過外交部 一定會送給我們的友邦 那送給我們友邦就變成怎麼樣 我下了訂單我付了錢就有檔了 一定有效啊 嗯 那你打沒有關係 你反正我給你300萬劑 你就300萬 我給你200 我還可以跟高端買一千 兩千萬劑去送 我送你啊你打不打沒有關係 你把我放過期也沒關係 但是我已經有賬目了 原外的 這是原外疫苗外交 我做了 就是明年還可以繼續做500萬 還可以讓高端繼續賺就對了啦 好 因為他的 訂單是一千萬劑嘛 對啦 沒有錯 那因為聯亞一千萬取消 這一千萬他最後我們如果只打150萬 那850萬就是動嘛 那動了 你送到海地誰打不打沒關係 有賬沒賬 沒有 你就接通 那我賬就報完了你聽我啦 就等於是要找一個明目 讓高端把這一千萬劑做完啦 可以消贈啦 可以消贈 對嘛 就找一個發票就對了啦 那個 佑政共和國 你接受我100萬劑的 你只要接受我100萬劑 援助你的疫苗 我再給你100萬美金 200萬美金 你聽我嗎 你聽我啦 因為我們原外的經費是可以報的 我們把海地跟巴拉圭 兩個國家除外啊 剩下的邦交國沒有多少人啊 對對對 你去給馬哨爾群島一百萬劑 我立刻打你臉 馬哨爾群島還有多少人 柏流才兩萬多啊 馬哨爾群島還有幾千人吧 我看 可能還沒有啊 我去過啊 那個島真小 半小時走路我就走完了 所以主要就是海地跟巴拉圭啦 對 誰叫 你看 把巴拿馬弄丟了吧 巴拿馬人就多啦 弄丟了吧 你看 我跟你保證主要是海地 海地好衰喔 巴拉圭事實上也是 南美洲比較窮的國家啦 對 這兩個國家都蠻窮的啦 對啦 對 這個龍蓋先生講的大家有聽懂啦 就是說 為什麼我還要一直慘 因為答應給高端賺的要給他賺啦 答應要給他賺給他賺嘛 但是賺下來我慘出來 台灣人又不要那怎麼辦 我怎麼不能把他包包的丟到海裡面去吧 還是大家倒到馬桶裡面衝掉 不行嘛 所以我就弄一個明目叫做圓外 圓外很難查啊 你要怎麼查 我們最尷尬的就是COVAX都送不過去啦 對啦 對啦也是啦 你看日本就送給COVAX也是啦 對啦 對啦 那對 COVAX也不會要啦 沒有國際認證啊 沒有國際認證嘛 不然你送給COVAX 也許人家可以幫你分配 就是我們現在連送都送不過去 那龍介先講這個很重要喔 今天高端台灣人不要了 但對不起 已經用你的錢付給了高端 所以這疫苗必須做出來 那做出來又消不掉 不能丟馬桶不能丟海裡 怎麼辦 那就編一個外交原外 疫苗原外的這個螢幕 500萬是40億耶 對啊 你預算要編啊 是啊 那不管啊 我看你敢不敢編這個預算 原外啊 不知道嘛 我到時候大家再來討論嘛 你以為大家都沒意見啊 我覺得 我跟你講 亮哥一開始講過這個概念 節目一開始 其實我當時覺得他應該不敢 叫小伯家後沒有這麼敢 你就是已經是一個失敗的疫苗 你還要讓友邦受罪嗎 OK 我們就來等著看吧 好不好 你等著看吧 看你敢不敢再編40億的預算 來買疫苗 很可惜 我跟你講亮哥 很可惜 經過這段時間 我發現他沒什麼不敢 不然就大家試試看 連亮哥都升級 不然你來 不然你好檔試試看 大家來試試看 我也不能拿你怎麼樣 我頂多電視商罵你 你國民黨 把它處理下去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就我剛剛講到的 我跟你講 這張電視商做得真好 我就知道這個感覺 做對了 做對了 來 高端 克爾布爾機場恐怖攻擊 我先說 我沒有說 克爾布爾機場恐怖攻擊 這件事情不重要喔 它代表的是 也許塔利班裡面 出現了 這個 ISIS-K的臥底 它代表的是 美國離開之後 留下的 確實是更加 動盪不安的 中東局勢 這個ISIS-K是 塔利班很大的敵人 都是 大家都是 同一國的啦 都是長一樣的人 但他們就很不爽 塔利班 非常激進 非常可怕的一群人 衛達目的 什麼都做得出來 殺女人 殺小孩 屠村 他什麼都幹 他什麼都幹 美國屁股拍拍走了 現在人家就來了 我沒有說 這件事情不重要喔 它很重要 值得你關注 但對不起 我是台灣人 我更關心的是 我的同胞的生命安全 所以比起 塔利班 比起恐攻 美軍的傷亡 阿富汗人的 悲劇跟悲慘境遇 我更關心的是 這打高端 死掉的五個人 這個我更關心啦 各位 我都關心了 你認為我們的總統 不需要關心嗎 你認為他不需要關心嗎 但我請問你 從高端開打 第二天都傳出 死亡的這個案例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 就是鷹粉 蔡總統你的支持者 可能你也認識他 根據有畫哥的說法 蘇貞昌 鄭文塞 賴清德都知道他是誰 這位陸性作家 結果你們不聞不問 到今天 針對高端五人猝死 請問蔡英文 你講了什麼話沒有 她今天發臉書囉 她發臉書 非但沒有解釋哀悼 她還叫你繼續打 還說叫大家不要打的人 就是在政治算計 這是你的總統 可是 抱歉 克布洛機場恐怖攻擊 103人死亡 包含13名美軍 90名阿富汗人 我非常非常同情 我也非常非常難過 但是這畢竟是國際大事 我們總統應該關注 台灣的事情吧 對 來 蔡英文 總統府第一時間 就發了聲明 向罹難的美軍及其家屬 表達哀悼和慰問 台灣會在這個悲痛 又艱難的時刻 與美國站在一起 你先跟我們站在一起好不好 蔡英文 蔡總統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們站在一起阿 你可不可以跟 我跟你講 你要跟這裡的人站在一起 你要站很多人阿 這裡有13個還有90個阿 有103個人 你要站得很辛苦阿 台灣很輕鬆 台灣只有五個阿 你可不可以先跟這五個人 站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堅定 捍衛台灣人的生命跟安全 先跟這五個 因為聽你的話 而去打高端 或是被你逼到 非打高端不可 而喪失生命的五個民眾 還有他們的家屬 可以嗎 再看一次 蔡英文 她怎麼樣透過總統府發聲明 去哀悼美國人 向罹難的美軍 及其家屬 表達哀悼及慰問 台灣會在這個悲痛又艱難的時刻 與美國站在一起 可不可以改成 向促世的台灣人民 及其家屬表達哀悼和慰問 英文 會在這個悲痛又艱難的時刻 與罹難者站在一起 與促世者站在一起 可不可以 你真的不要從洋媚外到這個地步 行不行 我求你了好不好 真的太讓人不舒服了 凡事 他不太讓人不舒服了 我可以說 你真的無意 他不可以 我可以跟著你 一時 你不愧